无论一切众生有什么样的根性 你不管你什么样根性 你上上根也好 下下根也罢 净土法门 就是这个念佛法门都能够包容 包容什么 就是此起成就 就是帮助你成就的 这个成就最大的就是什么 就是叫你成佛 阿弥陀佛都能够帮助我们成佛 其他的事情那就好办了 连成佛都能够帮助我们成就的 何况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看上上根像等劫菩萨 这些文书普贤 你看 这些大菩萨 这是上上根的 他们也是念阿弥陀佛 文书普贤都是念阿弥陀佛的 这些大菩萨都是念阿弥陀佛的 包括那个下下根犯了五逆十恶 就要堕在阿比地义的众生 都有份 你说 哪一个法门像净土法门那样的 没有的 释迦牟陀佛讲经说法八万四千法门 没有像我们所讲的 所听到的 所看到的这个法门 都是念佛法门 为什么呢 我们看其他的 我们看下面的 一般的经典 广度众生 他是不平等的 要看众生的根性 那比方说 比如了 华言 法华 他只能度什么 上上根的人 那比方说 他的水准 都是博士 如果下下根的人呢 是没办法的 像我们呢 你要学习华言经 学习法华经 学不到的 那个华言不是那么容易学的 像我们这一类的 这种根性的 是没办法的 再譬如 阿罕经 阿罕经 释迦牟尼佛讲 阿罕经讲了十二年 只能度什么 中下根性的人 而上上根的人 不契机 比方说 你是一位博士 博士 你请他来听 幼稚园的课程 他会听吗 他不可能 他听不进去 比方说 一个幼稚园的 你叫他来上课 上什么课 上那个大学的课程 他会上吗 不可能 看根性 那净土法门就不一样了 唯独净土 我们看下面 唯独众生 唯独这个净土 三根仆贝 上上根 下下根 绝带圆容 你只要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能够真正老实 落实在生活 你都能够成就了 所以偶一大师 在这一部经里面 为什么劝导我们 一定要深信 阿弥陀佛的愿力 愿就是讲自此法愿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 造什么样的业 无论你什么样的根性 无论你不认识字 对那些阿公阿嬷的 他不认识字 也不会讲经 只要他相信 他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他都能够成就了 所以你看我们在 往生传里面 或者净土圣旋路 你看那一些人 不认识字的 也不会讲经 但是你看 个个都能够念佛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相信 老师教他怎么学 他就怎么学 老师教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那我们呢 师父教你念老师念佛 你没有听 就你每一天 至少一个钟头 送一部弥陀经 送一部五亮寿经 然后每天一个钟头 送好了 来念一个钟头的阿弥陀佛 你们会不会听 不一定会听的 所以啊 真的现在的人 度众生不容易啊 现在的人啊 你怎么跟他讲 有时候啊 很辛苦 你怎么劝他 都不听 以前人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成就 听话嘛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呢 常常劝导我们 你要老师 你要听话 没办法呀 所以释迦牟尼佛 才讲经讲了49年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能够听话的话 释迦牟尼佛 不会讲这么久 他也会把你 跟你说 你要老实念这句 阿弥陀佛名号 你能够听话 如果你真的能够听话 释迦牟尼佛 不会讲其他的经典了 所以造成我们现在 为什么我们无法超越六道 轮位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间的执着 对一切万物的执着放不下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偶一大师在这个地方 劝导我们 你要相信 有相信就有阿弥陀佛 相信阿弥陀佛 因地的时候 他真的发48大元 这个是讲到第二 我们来看第三 偶一大师是怎么说的呢 因为时间太短了 所以其实能够互相来学习佛法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师父有感触到多听经 能够减少你的烦恼 多听经 能够启发你的慈悲心 你的智慧 所以能够多听经的人 能够落实在生活 他这一生获得生活非常的快乐 为什么 不会跟任何人计较 所以阿弥陀佛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但是你在生活当中 处事待人接物 每一件事尖尖计较 你说你苦不苦 很苦 所以人为什么会苦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普贤菩萨教我们要 学习功德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学习功德 遇到什么样的逆境 学习功德 哪怕是遇到顺境也好 你也要学习功德 你这样的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会过得很自在 过得非常的轻松 过得非常的快乐 过得非常的欢喜 所以你要懂得过生活呀 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人生很短啊 如果你今天我们念佛 还渐渐计较 哪一件事你能够带得走 带不走的 所以随远 随习功德 那我们看第三 大家要注意 非常难得我们一个星期 只有半个钟头 跟大家来 为大家来学习佛法 那我们要把你的心 用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时间 蜿蜒放下 好好来听经